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中國糧食危機這個議題 今年在民間已經反覆討論過很多次 不過今次竟然是由中國官方主動提出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新華社報導所說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近日對制止餐飲浪費行為 作出了重要指示 他就說 餐飲浪費現象 觸目驚心 令人痛心 很押韻 誰知盆中餐 粒粒皆辛苦 他真的寫個餐字 新華社寫的 不是盆中孫 他是盆中餐 不要緊 一樣意思 他說 儘管我國糧食生產年年豐收 對糧食安全還是始終要有危機意識 危機意識 要有 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影響 更加是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好了 今天人民日報有篇評論員文章說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立法 強化監管 採取有效措施 建立長效機制 堅決制止餐飲浪費行為 強調要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 切實培養節約習慣 在全社會營造浪費可恥 節約為榮的氛圍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 表明了我們黨勵行勤劍節約 反對鋪張浪費的鮮明態度 和堅定決心 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高度重視糧食安全 深切關心群眾生活的人民情 喂 說了很多次 就是關於這個 糧食危機意識一定要有 為何忽然之間 大陸又提起這件事 明明在早一兩個月的時候 大陸的新聞報道都猛敲鑼打鼓 說今年夏天的糧食是豐收的 比如說在六月尾的時候 新華社有一篇稿件的標題就是 科技支撐夏糧豐收 中國飯碗斷穩料 即是糧食要多到渣穩的飯碗 7月中更加有一篇稿寫著 特殊之年我國夏糧生產再獲豐收 裏面提到 今年的產量創了歷史新高 國家統計局7月15日發布數據顯示 今年全國夏糧總產量 比去年還增長了0.9% 產量豐收到歷史新高 竟然還要有糧食危機意識 為什麼呢? 我們又可以回想 明明大陸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疫情爆發 復工復產的疫情就遲了很多 不僅是說工商業 而且農業農村也是一樣 因為很多農村更加把道路 完全封閉了 用大石頭大磚頭塞著路 到了3月初的時候 才慢慢來逐步恢復 按照一般的常識來理解 按照農業生產期縮短了的時候 沒理由產量會變多了 不過不要緊 因為這裡是中國 中國總是發生著很多奇蹟 可能就是那些肥料 今年突然之間的養份充足了 又或者在不知道什麼神推鬼擁的情況下 肯定就是上天的眷顧 上帝的眷顧 所以不要緊的 遲了耕作 反而錯誘錯著 使得創歷史新高 好了 不要說這筆了 又說說今年 在長江流域淮河流域一帶 就出現了很嚴重的洪水 淹沒了不少的莊架和農田 而在年初的時候 黑龍江省和雲南省 分別都出現過一些蝗蟲侵蝕農作物的情況 計算一下 為何農作物還可以是創歷史新高的產量 當然其他地方豐收得太厲害 足以掩蓋這些地方的損失 若然沒有這些洪災和黃災的話 分分鐘今年的糧食產量 不僅僅破少許紀錄這麼簡單 還會破得很離譜 連那些穀倉也滿捨 哈哈 好了 當習近平總書記 說完這番堅決制止餐飲浪費的指示以後 武漢市的餐飲協會馬上就提出了建議 說要建立社會節約食物的氣氛 並且以退費可恥 節約為榮作為口號 提出了節約食物的方式 就是要推出一個叫做N-1的叫菜模式 那真是糟糕了 甚麼叫N-1呢? 即是說有多少人去吃飯的話 就減一個人的份量 例如說10人去吃飯 這樣就要9個人的份量 這樣看法似乎挺可行的 問題就是如果只有一個人去吃飯 即是N-1 即是1-1 即是不用吃? 靜飲雙雞 那些人吃甚麼? 如果只有兩個人去吃飯 那就2-1 即是叫一個人的份量 兩個人吃一碗飯? 究竟可不可行? 會不會餓死人? 還說當地的食店 也是針對兩三人 推出了半份菜 或者是小份菜 而每間食店都要準備外賣餐盒 使得消費者將吃不完的菜 就拿回家 真是這樣做 是不是嚴重得這麼厲害? 平時很多人都大魚大肉 甚至乎拍照片出來 在一個溫泉的池裡 鋪滿了辣椒 鋪滿了水果 蔬菜 很疏肝 忽然又說提倡節約 提倡得這麼厲害? 咦? 真的發生甚麼事? 我們可以看看數據 中國本身已經面對著疫情 災情的困擾 現在 原來 根據彭博社的一篇報道 所說 中國 在7月份 進口了1,09萬噸的大豆 是史上第二高的按月進口量 第一高是甚麼時候? 就是今年的6月 那個月 進口了1,116萬噸的大豆 當然 買這麼多大豆 做甚麼呢? 就是要用來餵那些畜生餵那些 雞 豬 之前他們試過說不用大豆餵 是不行的 那些豬 鶏脂脂 不過都不要緊 後來灌水 他們喜歡 好了 另外彭博又說到 說中國在非洲豬溫的疫情 稍微平息之後 就開始恢復繁殖生豬 故此大豆的採購量 也是受惠於此 今年度的進口量 可能會達到創紀錄的 九千六百五十萬噸 哇 即是整億噸都來頭了 另外 中國在七月份的 豬肉和雜稅進口量 就是一百萬噸 也是創了按月的歷史新高 至於在一月至七月 就是進口了一共五百七十萬噸 按年就增加七成四 換言之來說 就是說中國的糧食進口 就非常之依賴美國 不僅是人食糧食 而且連生畜的糧食 也是靠美國 因為大豆就是生畜食 對於中國大舉地 購買美國的農產品 到底白宮的幕僚是怎麼看的呢 白宮經濟顧問庫德諾提到 說目前美中貿易協議 就是挺好的 中國正在大大地增加 採購近美國的商品 對於兩國之間 日益緊張的局勢 可能會危及這個協議的隱憂呢 他就說不以為然 只不過 特朗普不按張法出牌 就是人都知道的 連大陸都怕了他那種不確定性 究竟為他如果得知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會採取什麼行動呢 這才是關鍵 若然他可以卡關的話 那大陸就真的出事了 熟悉中國糧食問題的經濟學者 胡星斗提到 雖然中國目前沒有迫切的糧食問題 但也應該擔憂 有可能出現的糧食危機 因為有研究顯示 中國的糧食消費 有相當部分都是依賴進口的 而目前全球糧食交易 大部分都是用美元來結算 他就說 如果中美最後經濟上脫鉤的話 中國貿易順差就會減少 美國也有可能不讓中國使用美元 到時候 可能會使得中國 不能夠在國際社會上購買糧食 他提出這個觀點 其實也是相當新榮 和購買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出現的 若然特朗普真的失驚無神使出金融招數 大陸真的不知道怎樣招架 難道問伊朗、朝鮮 買糧食 朝鮮自己也不夠 如果不准用美元買 你可以問誰買 所以現在大陸提倡 一個叫國內大循環的經濟模式 但是 當你的農產品要依靠進口 那份額還要這麼多的時候 究竟行不行? 之前打貿易戰的時候 已經試過 說那些生畜不吃大豆 不吃美國大豆 不知道吃什麼東西 是不行的 故此 中國現在提出的糧食安全危機意識 絕對不是空月來風 就是要提防提防 美國若然一旦出招的時候 中國恐怕未必有招架之力 到其時 人又要節食 生畜又要節食 生畜節食養不肥 導致人又要節食 不方不國內大循環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